海洋 心感動 娛樂新世界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咪將 經過了一個多小時的飛行時間呢 我們終於抵達到 這個富有戰地色彩的 海峽桃花園 金門 這裡的好山好水好空氣呢 運喻出許多精彩的 漁鄉文化以及漁業活動 現在呢就跟著咪將的腳步 走一趟深度的金門之旅囉 走吧 金門包括金門本島 烈嶼 大膽 二膽等15個大大小小的島嶼 總面積約150平方公里 西與廈門灣口遙遙相望 東隔台灣海峽與台灣本島相對 有亞洲的植布羅陀美玉 四面環海深受海洋影響 濕度較高 夏季濕熱 冬季濕冷 金門漁業早期啊 在海上捕拉的是漁獲比較多 因為那時候金門人口比較多 銷售的漁獲也比較多 現在是解營以後 那個漁船也減少了 那這邊的漁業方面 就是以那個回遊性的漁獲比較多 就是暗季節性 主要是以牛刺網為主 現在年輕人都在從事海釣 有一部分 漁業文化方面 現在是儀會是配合那個仙政府 有那個花隔季 還有那個食科文化節 這兩部分 我們是參與在這兩部分裡面 我們有一部分是配合那個千古活動 還有那個遺產品的品嘗 這兩方面 來到了金門旅遊呢 除了有美麗的山海景緻之外 這邊最大的賣點啊 就是在蜜獎身後最一棟棟 非常具有特色的紅瓦式建築喔 由於金門開發的很早 因此留下來許多傳統的古厝與洋樓 成為當地的一大特色 這一兩年來 古厝民宿開始 與在地的漁村文化結合 今天我們就帶大家一起來體驗 古厝加漁村的新玩法 這邊兩旁邊這一位呢 是古厝民宿的主人賴姐 賴姐妳好 妳好妳好 哇賴姐 我發現啊 在我們身後這一棟 非常傳統的古厝 感覺非常的古色古香耶 對啊 對啊 我首先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棟古厝最大的特色 它是明朝的開基祖先 最早來金門開墾的 然後就落基在我們這一戶 所以我們這一戶叫新房 南山新房 然後它的格局呢 屬於大山落 大酒駕格局 然後非常的富麗堂房 你看我們前面的這個 膠子桃 膠子桃就是桃燒的 然後仿磚雕 雕工非常的精細 然後我們這一棟民宿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們也是生態的民宿 因為這附近有水榻 所以我們也是國家公園的水榻之家 真的耶 對 它這邊就有一個那個 用水榻來雕刻的板子在這邊 然後叫做水榻之家 對 來賴姐我給妳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古厝民宿最大的特色 這個是我們傳統的閩南市的建築 那我們閩南市的建築都叫四合院 所以有一個天井在房子的裡面 那晚上可以觀星賞月 那天井的上面我們都會有一個雨露 這個是我們排水的功能 那上面會有一個鯉魚的造型 嘴巴張開那個是不是 嘴巴張開的 對 那我們家的這個雨露雕工特別的漂亮 所以它做的造型更誇張一點 好可愛喔 對 所以有些客人說它是龍 也有的客人說它是什麼 獅子 其實它是梨 就是造型非常的有趣 有翹尾巴的 對 那像這個裡面的這個 整個內部的整個結構 我可以再介紹一下嗎 我們這個是屬於大三落格局 大酒駕大三落格局 所謂三落就是我們有 我們叫三進 就是有三個 一個前落是前廳 然後第二落的話就是主廳 由側面欣賞三落古厝 可以看到三個典雅的屋頸 屋內結構為門廳 主廳 後堂及雙天井 這麼大酒駕呢 大酒駕呢就是說我們 屋頂上的那個主樑 總共有九根 有九根的樑 就叫大酒駕格局 聽賴姐說 這些傳統的閩南建築 早期都是於村民家的住宅 經過整理改建 成現代化舒適的觀光民宿 哇 我覺得啊 這一間民宿真的很特別 這跟我之前看到的民宿 感覺不太一樣 彷彿呢 讓我走進了時光隧道裡面 感受到早期的漁民啊 在這邊的生活方式 真的還有一番風味呢 金門古厝屋籍有兩種形式 一般人家為馬背 而燕尾籍用於寺廟及關懷人家 現在古厝屋鄉之力 將帶大家到金門厚峰社區 來去發掘沿岸的遺村風情 冰箱現在呢 帶大家來到了金門的厚峰社區 那因為這邊大部分的居民啊 都是姓洪 所以啊 這裡也叫做安門港 那在蜜獎旁邊的這一位呢 是金門的休閒農漁業促進會的 洪總幹事 總幹事你好 你好 總幹事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在厚峰這邊啊 附近的海域你們 就是大部分有哪些漁業的活動 原先這裡是一個潮間帶嘛 那後來這裡山崗也有整個漁地破壞 那原先在漁地上裡面就是有十棵啦 這是金門各地方都有的蚵仔 九蚵仔 那還有我們這邊是有補那個十八尼 用活蝦去釣魚 就是白蝦再用蝦去釣魚 那另外一種就是用沙蟲 沙蟲也是另外一種釣魚的方式啦 你是說早期的時候這邊還沒蓋 現在還有 蓋上港之前就是比較 比較多 那現在一直在沒落 什麼是沙蟲啊 因為我之前啊 你講來過金門嘛 那我有挖過花殼 可是我沒聽過有沙蟲 什麼是沙蟲啊 沙蟲它是在沙裡面的一個生物嘛 它非常敏感 而且我們是用它來做捕魚 這個現在是漲潮 而且現在沒有太陽 它不出來啦 那不過我們隔壁鄰居啊 一個洪先生啊 他用那個在補魚 反正我昨天有看到他有去準備 今天是天氣裡面有 可以去看看 好 走 我帶你去看 在這邊嗎 在那一棟 這個就是我們剛講的那個 洪伯伯 洪伯伯 你好 你好 好 哇 這個是 沙蟲 這是剛剛講的 這是沙蟲是不是 我可以看一下嗎 好 你可以看 可以拿一隻起來看嗎 好 不要剪兩隻喔 不要剪 哇 它的那個感覺啊 形狀有一點像是 拿大一點的 拿大一點的 好像是就是 比較那種粗 比較大型的蚯蚓 可是呢它的顏色就是 有點帶著紫色的螢光 然後摸起來 它身上有一格一格的 那個 它是很嫩的一個東西 那其實我們它這個東西 不是在吃的 因為中國人就很奇怪嘛 因為特殊的 其實它的岩石是切一小段 然後再搭在這個網補一的 一年喔 對 所以這個是已經長到一年了 那你剛剛我看到你這切 這是什麼啊 為什麼要把它切成這樣子 沒有 切這個 切成一塊一塊 它就斷一斷了 這個岩石掉嘛 它再掛在這個鉤鉤裡面 就是要去補一用的 來 你打一個給我看 打一個給我看就好 所以這個 你剛剛說這個是岩石掉的 它就是要去補一當的 這個 對 它很嫩 它在水裡面不會壞掉 所以這個是拿來當魚兒啊 啊 沙蟲本來就是當魚兒 不是在吃的 對 做這個釣魚 所以你們抓沙蟲就是為了要 補魚 補魚 然後當魚兒這樣子 嗯 在金門傳統的漁業像 這個沙蟲已經要好幾百 它裡面切沙蟲去補魚 它 它不要拿沙蟲 行嗎 欸 那所以你們這個沙蟲啊 這個沙蟲啊 濕的齁 搞不好 通不夠了 搞不好 啊 要火了 啊 火了 放這個沙蟲 要兩個鐘頭給它通 我通不夠了 通是什麼意思 用筷子通啊 通過去 所以你說像這樣子 它的形狀長長的 對 然後你必須要先用那個 那個 筷子 先把它 翻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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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腸這樣子 對 穿腸破肚 而且你看它真的是活的 對 穿腸破肚它是要拿來炒 那它要骨魚的不需要 就是把它切斷就好 所以不一樣 你在餐廳吃的是要把它翻過來 所以餐廳也有人在吃這種沙蟲嗎 有啊 那好吃嗎 這樣吃起來 試試看啊 你交一盤試試看 所以伯伯他寧願就是 自己把它抓來之後用來切 然後捕魚也不要賣出去 對 他不想賣沙蟲 這個是傳統漁業裡面的一部分 這個快要流失了 現在連挖沙蟲的技巧 都沒有幾個人會 所以其實很珍貴 就是說現在還有這樣子老一輩的伯伯 然後懂得就是到海邊去抓沙蟲 然後當漁兒 早期的沙蟲是漁民挖來 作為釣魚的飲料 隨著環境的改變 觀光的發展 創造出了沙蟲料理 讓遊客品嘗 不過呢 也因為大量的挖掘 讓沙蟲的數量減少很多 需要在地民眾與遊客建立共識 才能夠保育金門的沙蟲生態 跟著總幹事的步伐 我們要去探訪後方的漁村古厝 這個房子已經三百多年了 三百多年了 對 十六世紀的房子 哇塞 感覺真的是好有歷史喔 而且古色古香的感覺 沿路進來聞到那種很重的木頭味 這個是我們家族的共有的房子 然後我把它 我們跟新政府申請補助整修以後 那就是成立一個小型的文物館 文物館 可以帶你去看一下 像這個就是我們的漁業文物展覽專期 譬如像這個縮衣 這個縮衣是舊的 這是新的 這像這是用過的獎 不如現在年輕人剁獎乳 他搞不好都分不清楚 對啊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這個是 這個不就是我們現在那個划船的獎而已嗎 還有乳是長的 乳是窯船的乳 所以說我們是希望把它展示一個空間 讓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譬如說這個是一樣釣魚的五耳鍋釣 這些魚很多它就會自己去鍋到 就是放在沙水裡面 這是早期捕魚的那個魚群嗎 因為現在比較沒有在 對 魚群很多的時候它就是會量很多 它這很利喔 你看光看到這個 它很利喔 會被勾到 喔 所以就是要整齊的排又整齊 像我們這邊 像這個啊 之前就是 釣石斑魚 就是要用活蝦釣 活蝦 先白蝦 白蝦再養起來 那在沒有打空氣的時候 這個蝦子要養一個禮拜 要去泡海水 用海藏 就是用那個豬肉蟹的爬子去爬 那蝦子要勾在這個 後面三節才不會死掉 你勾太多勾不對 勾不到就跑掉嘛 那勾到裡面它就死掉 要活蝦十斑魚才會吃 這個就是 不同時期的浮標嘛 像這個比較久 那就慢慢削 下的比較精緻 那後來就隨便削嘛 欸 但是這個浮標 削好還用油煮過炸工 用鋼 那它把它的毛細孔收收 泡水才不會沉下去 所以以前都是 早期都是用木製的 都自己做啊 就是說 夏天有補一就補一嘛 那冬天沒補一 就是要做這些整備工作嘛 在一棟傳統的古厝裡 收藏著許多 傳承已久的移民智慧 透過當地居民 用心保留 讓遊客更接近金門與村文化 裸體方格新蟲 在金門俗稱為蝦蟲 身體的顏色為乳白 裂帶一點紅色 通常可長到10至20公分 主要是侵襲在朝間帶 或前海明沙頂 在金門分布在水頭 至西原一帶的沿岸海域 我們的古厝於鄉之旅 接下來是要走訪淳譜漁村 就讓米將帶大家逛一逛 金門的成功漁村 近距離接觸 傳統漁民生活的精髓 我們現在呢 帶大家來到了 金門這裡的成功漁村 那這一位呢 是當地這邊的前老里長 陳國強先生 老里長你好 你好 歡迎各位到金門 金湖鎮的正義里 成功漁村來 我們成功漁村啊 以前叫做成坑 為什麼叫成坑呢 我們的老祖先啊 在宋朝的時候啊 在福建的這個圍頭 我們有一個叫成青村的 那個地方啊 牽到這邊來 我們成青啊 那個閩南話啊 叫丹青丹青 所以我們到這個金門來的時候啊 叫做丹青 因為其實成功漁村 它是個傳統的漁村 然後靠海嘛 那這邊早期的居民 都是以漁業為主 我們都是靠海為生 放牛刺網 然後放岩神釣 都有 好幾種漁畫 是這樣 而且其實啊 在這其中 我知道有一個非常傳統 而且它必須是 要靠很多人通力完成的 一個傳統的技法 叫做千谷 千谷 也就是堪溝 對 我們叫做堪溝 我們本地的話就叫做堪溝 堪溝 就是把那個網啊 牽 往岸上牽 然後要很通力合作 才能夠把這個漁後啊 拉上來 在老里長介紹下 我們走訪了成功漁村的鄉道小巷 看著老漁民一針一線 縫補著漁網 那全埔知足神情 讓人感受到漁村生活的田徑 哇 陳伯伯 對 這一棟建築物啊 我覺得好漂亮喔 對 我們這一棟洋樓啊 叫做陳景南洋樓 陳景南先生啊 是出生在我們成功漁村 他本身是這邊的人 對 他小時候啊 因為看到我們移民的生活啊 非常的艱苦 同時又不能上學 七八歲的時候啊 就到母舊的那個地方 後殺 跟他的表哥啊 一起來讀書 一直到了二十歲啊 在到南洋金山 起初是做人家的火記 最後再自己來經營 所以他是小時候 就是在金門這邊成長 然後因為贏家也比較窮嘛 長大之後到外面去金山 然後賺了錢呢 就回鄉來蓋這樣子一棟漂亮的洋樓 對 漂亮的一個洋樓 是不是 對 是 走進成功漁村內的陳景南洋樓 參觀陳列的史跡 書籍以及文物 讓我們遙想 早期漁家子弟的成功故事 欸 陳列長 這邊好多那種早期漁民啊捕魚的工具 對 油網折起來破掉 老漁具啊就 本來就破掉了啦 就把它擺設在這邊 讓大家來體會一下 我們早期漁生 移民生活啊 的一些用品 這個叫鋼 鋼 我們有鋼鋼嘛 有鋼有鋼 這個叫浮童 就是類似現在的浮童嗎 對 現在的浮童 它會浮起來 下面這個是陶醉 它會沉下去 它都是用陶做的 是陶做的 是陶土做的 就是早期 原來我現在才發現 早期跟現在 還是有一點點的差別 以前是用陶做 那現在都是用千塊比較多 對 都是用千塊的 或者是用那個 現在也是用水泥做的 這個像這個就叫做 腰切 就是我們在 放在腰部上面 然後就在拉往 砍鍋 在砍鍋裡 放在我們腰 就比較省力 這個我覺得以前的 好聰明喔 對 因為它我們從早上 一直作業 一直到到到到 下午 而且前五時間 還蠻久的 對 蠻長的 要七八個小時 所以比較省力 老理長 旁邊啊 這邊就是裡面 這幾本書 旁邊寫著網帳簿 這是什麼啊 這個就是我們 以前我們的移民啊 像今天出海有多少人 我們把他的名字記下來 然後他有沒有買以後 今天以後賣給誰 我們都要把它紀紀錄 做一個紀錄 這算是一種交易的佈子 對對 這個都是我提供的 你提供的喔 對 我們家還蠻多的 待會兒我帶你去看 網子也是你提供 然後現在網帳簿也是你提供 那你們家之前也都是 對 從我祖父的年代 後來我們就經營 都是做漁業為主 對 同時我們就是 頭家啦 就是頭家啦 我們就是那個老闆就對了 想要探索更深入的 雨村文化 一定得跟著 老理長回家看看 或許能發掘更多珍貴的 傳統雨村文物 你講 我家到了 哇塞 老理長 這是你們家 是啊 像這樣我家的古厝 我兩年前剛整修完成 對 好傳統的感覺 就好像我們台灣看到那個 四合院的感覺 對 很像喔 很像 對 哇 老理長 這些啊 桌上的 都是我們剛剛看到那些 網站簿 這個是我們家的珍寶 志祺家族 對 流傳下來的 是 好珍貴的感覺喔 而且你看喔 它其實本來的顏色是擺飾 然後都放廣 因為年代很久了 而且你看它上面這個 這是被螞蟻吃掉的嗎 一個洞一個洞 被蟲住了 已經完全看不出來 裡面到底寫的是什麼了 哇塞 可是裡面就是 它有寫一些漁產的名字 對 名字 像是什麼香魚啊 丁香魚 烏魚 鳥家 對 馬家 馬家 就是它上面的 它什麼魚類 魚類啊 然後還有它交易的一些 一個狀況 一些 價錢 價格 數字 對 價格 數字 都非常清楚的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是 這是最早的嗎 對 是最早 仙童 有文字真的記載 宣童耶 對 所以已經快大概一百年了 對 哇塞 真的 所以真的歷史還滿久遠的 是 我們家就從我的 曾祖父就有 我還看到這一本 這一本更早耶 在光緒年間耶 但是這一本不是網帳簿 這不是嗎 這個是跟人家來往的一些帳目 帳目 對 那這個主要是在做什麼啊 就是說 比方講 我們寧姬先來釣用 我們先來寄一下 所以真的不愧是陶吉 就是附近的漁民啊 如果有錢要需要周轉的時候 來跟你們借一下 先借一下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奢帳本 要一個記錄 這個叫那個啦 記錄 奢帳的記錄交易本 在古厝魚家裡 跟著老里長翻閱著舊帳簿 走入傳統漁鄉的時光隧道中 發現金門有久的漁業歷史 看好了今天的漁鄉金門深度猶 大家是不是還覺得意猶未盡呢 沒錯 還要許多精彩的漁村文化 新體驗等待著我們喔 下週同一時間呢 請繼續回到娛樂新世界 跟著名長一塊再繼續探索金門的漁鄉之美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哇塞 這就是石棵 對 這樣輕輕一敲 蛤仔都掉下去了 金門這邊的石棵 看起來好迷你喔 這也太小了吧 這個就是塞乾的海鴨乾 我要來放這個十顆 對 哇好香喔 幸福的味道 這個就是所謂的瓊林燕嗎 是的 是 在這兒